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 事先草拟的菜单上白炮下人位列第一 然而在宴会开始时 淮阳菜中另一道名菜软豆长鱼却成为头盘 颜色看它的口味应该比让人更能接受 应该比这个就是淮阳软豆更能接受 更讨人喜欢 淮豆长鱼和白炮下人被誉为淮阳菜中的淮潮脸风 此次同场竞技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让白炮下人与开国第一菜失之交臂呢 淮阳菜具有什么不可比拟的特长 成为开国第一宴的主打菜药 中国的饮食文化有着几千年的发展历程 并逐渐分成诸多的菜系都各具特色 并被众多的美食爱好者推崇 淮阳菜是著名的菜系之一 早在清朝乾隆年前就位列中国四大名菜 1949年9月30日的开国第一宴中 如何制定菜单才能既体现国宴的庄重大方 又能让每一位复宴者吃好 工作人员曾煞费苦心 周恩来他考虑到说全国各地的各方人士都来 大家口味不一样 又让大家吃得高兴吃得舒服 那么就要找一种适合大家口味的 那么周恩来总理他就推荐 是我的家乡淮阳菜最好 不太咸不太酸不太辣 也不太苦也不太甜 还有不太油 南北人士都能接受 包括国外有人都能接受 当时所以选了淮阳菜 这一年九月 淮安胜利饭店的厨师张文贤 孙宝仁授命前往北京 筹备制作开国大典前一天的国宴菜 他们精心挑选了一些淮阳菜的原料 带着上路了 当时用卡车 用卡车就很不容易了 用卡车把材料运到北京 要至少的三天时间 这个三天时间你时才要考虑 要保证的三天以后还是新鲜的 也就是说一定是要活的 历经颠簸到达北京后 据无奈地发现 随性的洪泽湖特产大青虾 已经奄奄一息了 我们洪泽湖有两种虾 一种是大青虾 大青虾是在1901年的巴拿马佛兰会上得过赢奖的 还有一种叫白米虾 是白颜色的 白米虾那个东西更难弄 它一出水就死 没有活的 青虾能带个大一点的 能熬个一两天 大青虾是制作白炮虾仁的主料 原本张文贤和孙宝仁更注意白炮虾仁 但是淮阳菜对原材料要求极为严格 一定要以鲜活为主 他们放弃制作这道菜 而从淮安颠簸而来的扇鱼 这时依然活力无限 用它炒制的另一道淮阳名菜成为唯一的选客 周总理主持的毛主席制的这个煮酒吃 这个根据周总理的卫士长陈元公老先生回忆的 他当时就站在勤政殿的廊下 这个六桌呢 我们怀处参加的 包括所以说这个软豆是第一个上的 就是热菜 第一道热菜 就叫共和国第一菜 我们来到张文贤孙宝仁大师的家乡淮安市 这里是淮阳菜的主要发祥地 而且据说要品尝白炮虾神 就必须来淮安 当地的美食家告诉我们 淮阳菜的食材有很强的地域性和时令性 今秋十月是吃淮阳菜最好的时候 他们带着我们先品尝了一道著名的面 淮安市河下古镇的文楼蟹黄汤包 早在二百多年前的清朝嘉庆年间 就已经殖民天下 所有来到淮安的人们都要品尝这道美味佳肴 文楼蟹黄汤包并不同于其他地方的汤包 这种不同首先表现在它的外皮上 文楼汤包的第七代传人 专门为我们展示了汤包擀皮的方法 这个技巧就是双杆要用力均匀 不然皮子会打折 那也是两张皮去擀才行 两张皮擀是提高点速度而已 你得擀到什么程度吗 就是擀到可以放在纸上可以引一个看到字 擀出来之后就必须得马上吧 汤包蒸熟后要由专门的师傅从笼中抓到盘里 就是这个简单的过程也需要下功夫练习 不然一抓汤包就会漏 同时这也是在检验面皮的质量 淮阳菜的厨师专门为我们做了一桌秋季宴席 说这些都是淮安普通家庭的代表菜品 在喜庆佳节或者亲朋好友聚会的时候 经常会做这些菜 这是淮山鸭根 这是我们淮安北新的秋天家家都吃东西 它是用著名的淮安的特产素菜叫淮山药 跟这个公鸭子合起来做的一道菜 就讲了老人讲说在明代的时候 他们试了好多厨师啊 包括一些家庭啊 他都用这个大雁 用这个猪肉羊肉用鸡肉来跟它是效果不好 最终经过美食家和一些中医 他们共同研究认为是公鸭 滋阴另外跟淮山药是绝配 用淮铲烹淮菜是淮阳菜宴席的最主要特点 利用不同季节的生鲜石书 考虑养生的需求 将各个食材合理搭配 靠食材本身的味道取胜 不需要复杂的器具 家庭的炉灶就可以做 但是烹饪技艺却极其复杂 用火用水还是勾芡 都有着严可规范 淮潮两风当之无愧 小小善于做出一百零八道高档宴席 请继续上看走遍中国春节特别节目 淮阳菜 我们专门找到烹饪传统白炮虾仁的厨师 来制作这道菜 然而它的炒制过程出乎意料的简短 居然只炒了几下加了一点点盐 其他什么配料都没有放就出锅装盘了 吉草素汇 它的工艺要求非常严格 只有十几秒二十几秒时间 就是要配料包括调味非常的精准 没有任何补救的机会 瞬息万变 火的话用火药非常准 多颠一下子就老了 少颠一下子就生了 这个是非常要求 包括颠的多高 它是冷热交替的时间差 如果没有美食专家的讲解 我们实在无法了解 这按秒计算的炒菜过程 居然有着如此严格的要求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白炮虾仁和软刀长鱼 被称为怀炒两风 厨师的功力就在这十几秒钟内体现 白炮虾仁没有其他菜系虾仁常见的红色 难道这里有什么奥秘 才使白炮虾仁与众不同 这就是秘诀 在第一个步骤中 厨师直接把鲜火的青虾 放到葱姜汁中浸泡 而不是我们常见的直接将虾去壳 你不放葱姜这个虾子不能吃 葱姜一放进去它就有颜色 怎么办呢 我们就是活虾子 先把葱姜汁倒出来 然后让它在里头喝 先把它喂饱了 喝了一肚子了 然后开始挤虾仁 这时候的虾仁就不同于正常的虾挤出来的虾仁 它微微的发热 但是到锅里一炒 洁白的颜色就显现出来 如果煮料大青虾死去了 就不能完成这个步骤 而开过第一菜 软都长鱼 尽管有着侥幸胜出的因素 它却也不是浪得虚名 它的选料和炒制过程 有着更高更严格的要求 二十几秒钟 颠两下半不能老颠 刚进去的时候还不能颠 一颠那个皮就粘在锅上 一开始要晃 晃了以后 等到那个芡把它沾满了以后 开始颠 颠这么高两下 这么高半下 要两下半 而更让我们惊讶的是 把这道牌取名为软都长鱼 竟然也是在考验厨师的 前期加工和炒制技巧 到了这个炒出来以后 这个长鱼 它是用筷子把它调起来以后 筷子把它调起来以后 两端是要能搭到一起的 这个是证明它原料好 也证明做工做得好 你不会做的话 它是做不到这条的 你筷子把它调起上 它是两面是搭不到一起去的 所以这个叫软刀 淮阳菜最主要的特点之一 就是看似简单的菜 却有着诸多复杂的要求 厨师要掌握这些做菜技巧 实实在在需要几年的功夫 拍摄过程中 我们对20秒钟左右的炒制过程 感受最为深刻 不管是做什么菜 只要原料进了油锅 在火上炒的过程太短 摄影师的镜头刚刚跟上 厨师已经把菜炒完了 可我们还没有看出门道 几乎每道菜都需要厨师做两三盘 我们才能完成拍摄任务 一百多年前 淮安燕乐楼的老板 为了扩大店铺的名声 按照满汉全席 108道菜的思路 但只选用一种 淮安常见的食材 扇鱼 汇集百家烹饪记忆之常 并发挥自己的无限创意 将扇鱼做成每天36道 连续吃三天 一共108道菜的大型高档宴席 作为燕乐楼的招牌菜 然而这个目标实施起来 比预料中困难很多 前几十道扇鱼菜还能顺利完成 越到后面越难做 直到最后一天 107道菜已经完成 就差最后一道 看看肠鱼也都没有料了 什么都没有了 就趁一把鱼头 鱼头不好做 在那儿呢 锅里头饭也没有了 就趁锅吧 后来就把鱼眼睛下面的一块肉 就叫鱼嘴巴的 就给它玩下来 就多大呢 有指甲盖这么大 这些就是最后一道菜的原料 怎么办呢 厨师灵机一动 把鱼嘴巴子肉和高汤 笋煎等原料一起炒过 锅巴用油炸到金黄 摆到盘子里 钻到客人面前 把汤往锅巴上面一浇 铺一声清脆悦耳 这道菜最后就要一身梅 刚好人家吃都很疲倦了 吃了三天 吃这个一百年八道 吃的已经更多了 这时候刚好 非常醒神的 很震撼的那种感觉 又有响声 好像炸鞭那样 就圆满结束 从此燕乐楼一举成零 全善席也轰动九州 成为淮阳派的经典之作 据说当时在晋商口中 流传一句话 说没有品尝过全善席的人 总有家财千万 人生不无小汉 甚至有人不远千离 舟车劳顿 专程赶到淮安来 亲自品尝一下全善席 清朝徐科编段的清代味超 是当时掌握一文的汇编 其中就将全善席与满汉全席等 由山珍海味做出的宴席 作为中国五大名宴 记载下来 野菜千金难求 究竟为何 把淮阳菜 提升到一个最高的一个 整节上面去 请继续收看 走遍中国春节特别节目 淮阳菜 我们在淮安的拍摄时间 也正是红色湖的大闸蟹 黄多肉肥的时候 在北京的市场上 四两一只的大闸蟹 已经卖到两三百元一斤 但是美食价告诉我们 现在最贵的家常食材 不是大闸蟹 而是一种名叫菩菜的野菜 已经达到一斤一千元以上的价格 幸运的是 我们也正好赶上 淮安天飞宫菩菜最后的采摘 这都几月份有啊 这菩菜正常是 羊的从四月份开始 正常就有了 供的说呢 三月份 供的三月份 这个农年的二月份 就开始有了 到现在一直都能有 所以在等到过程 清晨好中秋 清晨 嗯 中秋一好的话呢 切的 切的西藏 夹着应该就够了 那您能包一根出来吗 看看再一根 看一根 现在就这个西藏了 吃最里面的这根鲜是不是 对 先来 把它看一下 啊 那么 那 甩的好 不懂了 菩菜 长得又长又粗 而最后真正食用的部分 只是里面二三十厘米长的一小节 看起来和葱白一样 天飞宫拥有身厚而肥沃的淤泥 菩菜从淤泥中钻出 内部的嫩净长得长而粗壮 吃起来非常爽口 可以说是菩菜中的极品 这千金难求的菩菜 一直是淮阳菜宴席中必不可少的主菜 有无菩不成厌的说法 直接可以下锅了是吗 下锅 淮安的菩菜是供不应求的 是全省各地都往淮安集中的 因为淮安人吃菩菜的消费量太大 也不是淮安的菩菜最好 能吃 而是淮安把它做的最好 应该说是淮安菜里面的技法 把菩菜提升到一个最高的一个等级上面去 菩菜的做法很多 或炒或烧或绘都相移 但全部以清淡为主 吃的就是它本身的清香饭 清炒过后的菩菜成半透明状 口感脆嫩清香诱人 其实菩菜就是我们编草席所用的菩草根茎 看起来毫不齐啊 但是距今两千多年前 西汉慈父大家梅成 在他的代表作七发中 就已经将菩菜作为美食佳肴记载下来 七发呢 一共七段 是为楚太子治病的 其中有个就是美食啊 美食去通过食疗给它治病 食疗呢 它写了一个最早的食单 是华人历史上最早的一个食单 这个食单上面呢 第一道菜就是除流之鱼 就是小流的那个鲤鸡肉 菜以损蒲 用什么呢 用蒲菜来蹭它 有人认为 七发可以称得上是第一份淮阳菜的菜单 梅成在其中盛赞江淮一代的石传 为天下之至美 而到了明清两朝 淮阳菜达到最为辉煌 最为鼎盛的时期 这一切都源于京航大运河的开通 淮安地处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上 是曹运的重要孔道 当时曹运总督与河道组织住截淮安 南来的人员和货物到淮安必须汽州登岸 该由陆路向北进发 而北往的人员则要在此汽马登船 淮安这座内陆港口城市曾一度空前繁荣 必走淮安 走其他地方呢 可以来过就不上去了 不上岸 到这还非得上岸 必得他上岸 一上岸就要住就要吃 所以从淮安的南城门外 到码头镇 一共是八十里 八十里就是李运河 李运河的两岸 一半都是酒楼 当时的叫做清淮八十里 临流半酒家 十万人在这儿从业 日夜不息 没有什么霸市收拾关门打烊的时候 日夜不停 为了满足南北方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淮安菜厨师集中南北的美食之场 和烹饪技艺之场 在交流融合中 淮安菜逐步形成 咸甜适中南北皆宜的风味 对于美食的推崇 让当时的淮安 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在封建社会中 地位很低的厨师 成为普通人家孩子的首选职业 就跟今天那个电影明星 体育明星一样的 也是后面最新主义搭档的 好多的小官员都跟着后面跑 忘都不知道了忘 到哪儿当时不清签名 人家也跟他打工追的 当时京都的皇家险贵 纷纷从淮安引进厨师 在淮安做官的人 调离时也常常带着厨师离开 更有甚者将厨师作为礼物 赠送给别人 然而要想做一名成功的厨师 简直要比考中秀才 还要难上加拿 做厨师呢 个头不能太高 太高了他上灶台的时候啊 他腰要弓着 他很累也不方便 不灵活 也不能太 太他绑着架的话 所以说个头要不高不矮的 人呢要不能胖不瘦的 太瘦了没有力气 太胖了臃肿 人呢还要长得平头正脸的 不能歪刮齐柳的 那个歪刮裂枣的呢 上不了台面 还要凌压力次的 还要粗通文末 可能诗字啊 看菜谱什么东西的 还要能说个一二三出来 对厨师的选人之难 更能说明淮安菜的要求之高 让他在清朝前路年间 已经成为中国四大菜系之一 这个男子一直延续下来 这也是怀阳菜 能够登上国宴舞台的基础所在 现在我们真正了解到 怀阳菜成为国宴菜 并不是因为 它是周恩来从里老家的餐料 而是它精工细作 虎味调和 最大限度的 保留了食材的原汁原味 包容南北厨艺精华的怀阳菜 有容乃大 是它最好的助教 在一片漫无边际的湿地中央 一个现代人要独立生存 一个星期 他能做到吗 从座画树皮船 到搭建搓螺子 我们的先民们早就与湿地血脉相连 请收看师弟家园